台中市有一场这个两岸学术的研讨会 那么在这个研讨会上呢 这个台中市府的一级主管 面对两岸学者跟学子脱口而出 要替市长胡志强立雕像 当然这不是找骂哀嘛 现在什么年代了 被批评这是造神运动 那么事后呢 这个主管脸上三条线 说这只是玩笑 是一场失败的幽默 而胡志强的政治反应也很快 他说绝不接手 讲功 还有国父 过去的政治人物百岁以后 被后世立雕像做纪念 但现在却有台中市的一级主管 也想替活生生的胡志强立雕像 这可让胡志强傻了眼 没有人会接受这个主意 我连普通什么戒烟啊 防疫啊 要做我的立项 我都反对啊 我觉得民众会看烦啊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我刚来市府有戒烟的立项啊 后来都没有了 他们还跟我讲 民众就是喜欢你 我都乱讲 市府主管竟然鼓吹起了造神运动 不只成了众矢之地 也等于把胡志强推上了火线 让你讲出立雕像的市府主管 只能够赶紧出面灭火 他是一个失败的幽默啦 那我们从头到尾没有这个 做雕像塑像或图像的构想 根本不可能会做这种事情嘛 一句玩笑话 何必太认真 浪费了你们的时间 很对不起 对照过去的伟人们 被立雕像纪念 通常存在于威权时代 现在民主社会 还有市府主管 想替胡志强立雕像 这可让胡志强私下很介意 拍把屁拍成了反效果 中天新闻陈思源朱显明 台中报导